只是要寻找一处适合翱翔的天空 对生存在台湾的老鹰来说 却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为了了解黑烟消失的原因 被称为老鹰先生的沈正宗 二十年间走遍台湾河地 他这份无私的付出 为了支持关怀 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另一种生命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他们只是想要一片翱翔的天空 但是却几乎在台湾 绝机 他们是老鹰 台湾的老鹰先生沈正宗 和导演梁杰德 二十多年来追踪老鹰的足迹 最近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老鹰想飞 今天很高兴邀请导演 一起来看看台湾老鹰的生与死 导演你好 卫林你好 大家好 我刚刚跟导演说 其实你几乎是知道 老鹰是怎么飞的 对不对 不然你镜头怎么抓得到他 对 因为我们长时间 对他有做了一些观察 对 那大概可以顺着他的方向 去知道他要怎么飞 就是全台湾最知道 老鹰如何飞翔的导演 谢谢谢谢 今天老鹰先生为什么没有来呢 陈老师他其实他很谦虚 然后我们这个片子 其实本来要以他当主角 但是他一直在排斥当中 因为他就是他觉得 我想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你只要拍片就好了 不要拍他他个人 但是后来我们想说 他做了二十几年 这个片子他没有出现的话 好像有点失去他的意义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服了他 请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出现 那后来因为他在退休之后 他就开始在内观中心 就在潜修 是 那现在正在闭关当中 片子拍了二十多年 尤其观测鸟类 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拿了一个板凳 坐在那边就开始观测鸟类 是一整天的事 这几乎也像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修行 对啊 因为一天可能不会碰到其他的人 就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 对 然后就是眼睛一直看着四周 环境的变化 有没有鸟这样子 是 我们还是先请导演跟我们说一下 老鹰想飞纪录片的内容 好不好 老鹰想飞这个纪录片 其实主要里面就是讲 黑烟在台湾的神派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里面的主角 就是沈正宗沈老师 是 他调查黑烟的一些故事 那到最后还有林慧山接班人 他发现黑烟 为什么会在台湾消失的可能的原因 是 大概就是这个三个主角 串起了这个影片的故事 可不可以回到故事的最开始 为什么当初两位会想要去观测老鹰呢 其实沈正宗沈老师他那时候在得益护砖教书 后来他开始参加中华鸟会的赏鸟活动 那再一次调查中发现说外木山有一群老鹰 他大概下午的时候他就会飞到那个奥迪宇港那边飞翔在那边寄几 得益护砖就在附近 他下课之后他就会到那个地方 骑着脚拉车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看这群老鹰 看今天有几只 年庭有几只 他就去做这样子的记录 后来因为环境的破坏 那边开了一条快速道路 那整群黑烟都消失了 所以沈老师他就想说要去找这群黑烟 他就把老师工作吃掉 那因为他刚开始在外木山看这群老鹰的时候 他发现了三个黑烟的潮 那这三个潮是台湾第一次发现黑烟潮的记录 那因为沈老师想要透过长期观察来了解黑烟 那因为有一个潮已经失败 他想要知道潮里面的状况 那他就请教了中英英动物所 刘晓如刘老师 那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当研究助理 那就一起去了现场 然后我那时候也开始准备要拍 即生态的影片 拍蓝宇角箱 因为那时候刘老师做的研究题目就是蓝宇角箱 蓝宇的角箱 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想说 顺便问沈老师说 因为我知道机会蓝的 可以找到找不容易 那就跟沈老师讲说 我是不是可以一起记录黑烟的生态这样子 在这纪录片里面有一个片段 我看的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导演去拍了沈正中老师的家 那个真的叫做家徒四壁 家徒四壁 我看到他家是地上一个薄薄的塑胶 塑胶 塑胶上面 在一层薄薄的睡垫 就这样子 这就是他的床 沈老师他在他就是双清过世之后 是 他就是去那个我几乎我老师那边学过监谱生活 后来他身体力行 他回来之后 他就把所有的家具 电器用品全部都送掉 全部送人 对那家具也是 对那就家里剩下的就是 有电的东西就是天花板的电灯 那后来有娘有送他一组 倒旧的电脑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他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 他连书桌都没有 他观测鸟类写的那些记录 他是趴在地上写的 他是把他放在柜子里面 收藏得很好 是 沈正中老师幾乎可以说 是老鹰转世的吧 我想他对老鹰的热爱 对因为其实他 他说这个是一种基岩 他说他为什么他会 投入这样子的调查 是因为他刚开始看到太多老鹰的悲惨的命运 比如说三个草都有不同的命运 有一个草是母鸟被果追 然后有一个是被累人抓 然后一个是不知原因的失败 所以他想说为什么会在 他刚开始看鸟的时候 就让他发现到这些黑烟这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说所以他就想说是不是血烟 就是找他要来帮忙做记录 他因为他也在笔记里面写说 不是他投 就是说好像是黑烟辱获了他 然后要来帮他做一些事情 是是是 观测鸟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正中老师那个时候是不会爬树 所以请你叫他爬树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蓝蝇角啸研究的时候 蓝蝇角啸是一种 他会在树上的树洞煮草 繁殖 那我们为了要看那个树洞里面的状况 所以就要会爬树 就要知道说爬到树上怎么去看他这样子 那因为沈老师也想要知道 想要去看说那个失败的黑烟的草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就求助中间动物所刘晓鲁柳老师 然后我们就爬上去看看 草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沈老师他发现要做20年 他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林慧山就出现了 真的 所以沈老师就把全部的交给他 他也很认真 那他第一年就发现送回他们的研究室 发现是荣耀 他们把他拿去做化验 发现是荣耀中毒 台湾早期应该黑渊是很多的 天空中有翱翔着老鹰 是我们非常习惯看到的景象 但是它会逐渐的慢慢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知道两位也是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疑惑 所以开始去追寻对不对 其实黑渊在早期农村的时候 我们都传说老鹰会抓小鸡 那这个故事其实现在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在玩 玩那个游戏 抓小鸡的游戏 对 那我们经过一些谎谈 很多年长一辈的人都跟我们讲说 以前就是乡下地方 老鹰真的会来抓小鸡 真的吗 所以他们有时候都会跟小朋友讲 小孩子不乖啊 你等于不乖等一下老鹰 就会来把你抓走了 那以前老鹰真的在台湾的农村时代 真的是非常的多 可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我们不太清楚 在1991年中华联会有做了一个调查 前台湾剩下大概175只左右的老鹰 1991年的调查只剩170多只 对 没错 这个很难以想象 因为老一辈的人说天空上是有很多老鹰的 但当然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看到天空有一两只老鹰 我们已经觉得有老鹰 但我们无法想象它是一整群的不见 对 就是不知道什么失踪 但是我们后来唯一的指向就是说 我们因为经济的发展 然后很多漆地被破坏掉了 对 因为以前五谷也是一个 有一个失地 是是是 就是那以前那边都可以看得到黑岩 可是后来整个开花之后 黑岩就消失了 那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 诶 可能是因为漆地破坏 对 像沈正宗沈老师在奥底仪存看到的一样 因为开了一条公路 黑岩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都想说是因为漆地破坏 鸟就不见了这样子 可是鸟不见了它跑去哪里 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越来越少 对 那沈老师就是想说它要找出这个原因 嗯 我知道你们还跑去国外看 对 国外很多对吗 对 国外到处都是 对 因为像我们在尼泊尔有一棵树上 晚上也就是黑岩 因为黑岩跟其他的猛禽 比较不一样 它会群聚 大部分的猛禽都是一只独自生活 可是猛禽会群聚 黑岩会群聚 它晚上的时候会在同一个地方睡觉 我们就曾经在尼泊尔一棵树上 就数到将近四百只的黑岩 那这个四百只的黑岩 黑岩比台湾当初沈正宗沈老师看到的还要多出一倍 一棵树上 一棵树上的黑岩 比全台湾的黑岩加起来还要多两倍 这很难想象 对啊 没错 所以你们后来有追寻到台湾黑岩 为什么会消失的原因 后来就是有一个接班人 申老师有一个接班人 林卉山 他是平革大野生动物保育所的研究助理 那他后来因为他高中的时候 申老师他有出了老鹰的故事的一些书 他看了非常感动 所以他就发现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 他也要做这样子的研究 那后来他真的是有实现了他的梦想 那申老师他二十他发现要做二十年嘛 他二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林卉山就出现了 真的 所以申老师就把全部的交给他 他也很认真 他研究了个体 一直用鸟身上装上那个西方的标志 后来那只鸟三个月之后被民众捡到 送回他们的研究室 发现是荣药 他们把他拿去做化验 发现是荣药中毒 后来他就到荣田里面 隔一年他又到荣田里面发现 荣田里面掏出都是死鸟 因为是吃了荣药中毒 死亡 那因为黑烟他的习性 他会去捡这些死鸟来吃 所以黑烟吃了这些死鸟之后 他也中毒 那因为猛禽的繁殖能力比较 没有像大部分的鸟那么快 所以他会越来越稀少 大概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其实台湾的农药使用量其实并不低 对 其实我们后来收集他的资料 全世界第一 台湾的农药平均的使用量 约莫是全世界平均值得好几倍 也曾经也常常会有农夫 如果你的保护措施做得不够好 其实会撒完农药之后 就在田里面农药中毒的 这样的情况 像其实我爸爸他有种种田 那有时候就会接到我妈妈电话说 你爸爸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 那他就讲说为什么 因为他早上去农田里面喷农药 对 如果人没有好好爱惜你自己的土地 你是伤了自己 伤了土地 你可能也在不知不觉之间 伤害了我们最亲爱的鸟类 对啊 没错 对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有一句话叫 今日鸟类 明日人类 那像我专郎把他以前住在瑞芳山区 对 他说台湾开始使用DTT之后 山上的长眉丁 长眉丁就是我们讲的台湾南雀 现在在台北市很多山边都可以看得到 对 台湾南雀 是 他说开始使用DTT之后 长眉丁细细细 就是没有就是 后来就很少看到这个台湾南雀 是 所以其实 因为其实很多农民都不知道有这种因果关系 所以用了农药 虽然他的农作物长得比较好 收成比较好 对 可是会伤害到整个自然环境 对 嗯 梁介德导演其实观测鸟类二十几年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观测鸟类的干苦 应该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 其实以拍生态记录影片来讲 因为像鸟是生了东西 对 我们没办法用人尾去控 没有办法跟他国通 说你什么时候要出来 要做什么事 我跟你约好 明天早上八点钟 所以我们只能在一个地方等 比如说以黑黑来讲好了 像陈老师他做观察 因为他发现说这个地方比较容易看得到黑烟 他通常是早上一大早出门 拿着一个板凳 带着一瓶水一颗苹果 就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边等一整天 做一整天 然后做观察 那其实我们拍鸟也是 拍生态也是这样子 就是只能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等 也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野外 所以常常也是没有人可以讲话可以聊天 是一个很孤单的工作 是很孤单 但是其实外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比如说看轰井 然后花花草草 对 那其实可以乐在其中 像我们黑烟 早期很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它消失的原因 对 那可能大家要去关心一下 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 那其实像黑烟它会消失 那我们如果没有去找出原因的话 比如说荣耀的使用环境的破坏这些 对 我们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对 以后这些事情 我们想说可能会回到我们人身上 今日老鹰 明日人类 对 没错 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老鹰是什么样子的鸟类 我想全台湾大概你真的最了解 老鹰飞翔的姿态 跟老鹰的习性 其实老鹰我刚才有提过 他是跟大部分的猛禽不一样 他是会群聚的 那他是可能在下午 大概四五点之后 他会回到他预期地 那如果有风 或是天气两号的时候 他会在空中一直盘旋 然后越来越多次 那像沈老师讲说 因为他们可能在交通一些 互相交通一些信息 开家族会议 哦真的 那 蒙禽比较不容易观察 因为他是数量比较少 那我们讲说蒙禽他是 食物链的顶段的类似者 对 但是老鹰跟其他蒙禽 又比较不一样 他其实他还是会抓猴的类物 像昆虫啊鸟啊 水里面游的鱼 其实他都会去抓 但是他偏好喜欢那种 浮烂的动物尸体 嗯嗯嗯 或是说那种 比如说 我们早期农村社会 杀鸡杀鸭 那种场子不吃的 就是丢到堆肥里面去 然后之后就是 撒到农田里面当堆肥 那他就是会去捡这些东西来吃 有点像是大自然的青稻夫 对 没错没错 所以他是跟其他农村 又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生活在我们人的 环境里面 就是 比如说在都市里面 对 在农村里面 嗯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种籍 嗯嗯嗯 我在老师的这个镜头底下 其实我还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画面 老鹰是会玩游戏的 对不对 对啊 像神正宗神老师 他有时候会玩游戏的动物 是非常聪明的 是 对那神老师他在做观察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黑烟 他会去捡 比如说捡地上的 能丢去的塑胶袋啊 纸啊 或是树枝 树上的树枝这一小段 嗯 然后就在那边玩你丢我捡的游戏 有时候自己一直有时候 好多时在那边追来追去 真的吗 他们就会玩一个都 在空中抛来跑去 对 比如说他 他在空中飞 玩一玩 然后他就把它放掉 对 他就掉下来嘛 等一下可能会另外一只 会回过去把它接起来 在空中把它接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那边丢来丢去 追来追去这样 其实是蛮好玩的 是 黑烟还有什么习性呢 黑烟他还有不同的习性 是他用了很多人类的日用品 来当他的潮材 他煮潮的时候 他会用先咬那个树枝 架的一个就是潮的基本形状 但是他最上层会铺上很多人为的 人类的日用品 像我们的手套啊 纸张啊 对 那我们也常常在潮里面看到 内衣裤啊 这一些 手套这一些东西 对 他剪去竹他的潮 对对对 就垫在潮里面这样子 对 所以他真的是跟我们人生活的 非常非常接近 嗯 我知道在你的影片里面 其实有很多 你们去国外的时候看到那些黑烟 他们真的是跟人的生活是很接近的 尤其是在印度 嗯哼 他们就是在你的街道的旁边 或在日本 他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 对啊 像我们去日本或是去 去印度尼泊 我们发现说黑烟在人的 比如说行道树 对 大都市里面的行道树 比如说我们去那个 印度的德里 嗯 我们在那个行道树 在火车站里面的一棵树上 那就可以看得到黑烟的场 是 那比如说我们去日本的停车场也是 停车场旁边一棵小树 比人高一点点 黑烟就在上面煮草 啊 然后他不会 他不怕 他不太怕人 对他不怕人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近距离观察 是 我们也在日本 在印度的农田里面 看到成群的黑烟 嗯 就在农田里面 嗯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台湾 四五十年以前的样子 就是农田里面 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黑烟的景观 嗯 好我们刚刚讲到黑烟消失 你们追查的结果很有可能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农药 老鼠药 对 这件事情后来有改变吗 嗯 其实有 因为林卉山她很积极 对 后来她发现 黑烟的老鹰先生的传人 对 老鹰公主 对 后来她她很紧急的去跟 比如说农政单位 对 去国中想办法 那也积极的跟农友接触 嗯 比如说她在一个十八公顷的红豆田 发现因为有大量的死鸟 她就去跟这个农湖沟通 嗯 后来这个农湖她就 就用比较友善的方式 不喷撒农药 然后她就多撒一些种子 给这些鸟来吃 那农湖也很高兴 有时候比较单纯 我就是要维护 我可以 农作物可以收到最大量 最好 对 对 但是她可能没有想到这些 对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划放那个 老鼠药给的 老鼠药 对 后来这个 这些政策可能就会因为 这些原因 然后有所改变 那好像说 好像过几年之后 这个老鼠药 这样会停止划放 所以以前林慧山是去捡鸟类尸体 鸟类 她现在可以去农田里面捡红豆 对 她去年就开始到农田里面去捡这些红豆 真的喔 对对对 因为就是那个农户 她后来转成就是用比较友善的方式种红豆之后 其实大家都非常高兴 那我们去年有去看 那发现说 里面的鸟 就是 有很多鸟都会来 但是不一定 这些鸟不是 其实也不是说来吃它的红豆 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佳燕 佳燕其实是吃虫的 对 她在空中飞来回去 其实她是吃蚊子 吃一些小昆虫 那比如说田里面有那个 那个白露丝 其实她也是吃虫的 对 她就来吃那些蝗虫 草蒙这些东西 土地其实会慢慢恢复她的自然的生态圈 对对 她不会说因为虫多了 对 然后伤害你的作物 因为自然会有其他的鸟 会来吃这些虫 她就是一个平衡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很多麻雀会飞到农田里面去 其实她不一定是吃种子 她也会吃很多昆虫 对吃害虫 对对对 对 观察到现在 你们后来有发现 台湾的黑猿 有再恢复一点点数量吗 我们刚刚讲到 1991年是100多只 现在有恢复一点吗 我们的调查 1991年中华两位做的调查 是175只 然后去年 林卉山跟台湾蒙青研究会 有做了一个前审的普查 对 有发现大概350只左右 回来一点点了 对然后今年 今年9月份 就是隔了去年9月跟12月做的时候 大概都是350只左右 是 那今年9月份再做了一次 切身的普查 有426只 步伐很慢 但是我们慢慢把老鹰找回来 对对对 其实我们台湾的 因为现在国民的生活水平 有比较提高 是 那关于环境 这个保护的议题 大家也普遍可以参与 那我想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 对 好最后我还是想要请导演跟我们谈一下 毕竟你拍老鹰拍了二十几年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老鹰想飞这部片 你想要跟大家说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要希望民众可以注意 我们自然环境中的就是这些生物 然后像我们黑鹰 早期很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它消失的原因 对 那可能大家要去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 那其实像黑鹰它会消失 那我们如果没有去找出原因的话 比如说荣耀的使用环境的破坏这些 对 我们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对 以后这些事情 我们想说可能会回到我们人身上 今日老鹰明日人类 对 没错 我们希望以大地共生 就是用比较友善的方式 对 不要用比如说 我要把鸟毒死 然后怎样子 这种方式来 就是促进农作物的生物 就是收成这样子 嗯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导演 跟沈正宗老师帮我们一起找回老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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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